來 像我在小朋友的時候 跟著老師一起 巡視考場 你覺得這是過動還是好動 你說巡視考場 如果是到小學以後還這樣 那就要好好檢查了 好好檢查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在判斷一個 一個孩子有沒有過動 最重要的年齡是5到7歲 5到7歲 所以5歲 他是被控制的 不是 叫他不要去做 其實在1到5歲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一直在學習 然後他看到什麼就很好奇 看到什麼就想要碰 看到什麼就想要探索 這是前面 但後段的時候 你先不要趕快讓他跑 讓他跑 他大腦就開始在長煞車系統 我常常比喻 孩子如果是一台車 如果你是閃電麥坤 你有油門會讓你 可是我們有一次 已經一年級了 還在練煞車系統 是啊 好 所以 所以我 不是 我 還有一個是 二人起來在練 而且你很會找電背 對 對 所以就是變成說 他們在5到7歲的時候 一直在練那個東仔 所以看起來 現在東仔沒什麼力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煞車系統 我們家長要怎麼 讓他們知道說 可以更好 讓他煞車更明明 對 你看現在就是停一下 我們要怎麼 怎麼放這個煞車 我們現在都失靈了 但是他也已經走了一段時間 才失靈 OK 其實他還是有在成長 對 因為到之前的話 可能早就已經了 但是今天還撐了 還撐了十幾分鐘 所以這個叫做專注力 而且有同伴 比較容易讓他們這樣子 對 今天只有一個 而且我覺得這樣 老師真的很重要 有沒有 我想問 就是 就是兩位專家 你幹嘛 他還在做什麼 好可憐 就是因為有沒有一些老師 因為不了解過動 不能掏槍 然後把那些 就是比較活潑調皮的 就是小朋友直接 列如是那種過動而已 有嗎 很多對不對 因為其實老師 在學校裡面老師現在 正在積極在努力了解過動 是什麼一回事 還有好動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其實 在還沒搞清楚之前 其實老師的教學法 就是全班都一致 他怎麼可能會針對他 然後他 你叫老師怎麼教 老師怎麼可能為了他們 然後訂第二套規矩 不可能 我就是那個時候差點被退學 所以他們就會 老師也是這樣跟我講的 所以兩難 老師教學也很困難 然後他們自己也很回難 結果他跟不上 就會跟不上 所以其實 你說有沒有 就是老師不了解 當然很多 像小學裡面 你說現在都不能打 不能罵 老師能怎麼處罰 好 就是下課 不要下課 對 不能出去外面玩 但是問題是對他們 如果真的是過動的 就很慘了 對 他需要動 他需要動來增加大腦裡面的 血清素跟多班 結果你又罰他不能動 老師又很兩難 好 不能打 不能罵 不能禁止下課 你告訴我你要怎麼教 為什麼過動了 真的需要治療 治療不是只有吃藥 治療還有包括訓練 包括我剛才講 那個煞車系統就可以訓練 來 納豆來 小石頭來 我們來練煞車系統 好 看好 好 來 真的 大海中的一盞明燈 大海中的一盞明燈 好 等一下 煞車系統怎麼練 妳注意聽 等一下我如果 拍一下的時候 小石頭妳就拍兩下 我的 拿到沒有聽到嗎 小石頭妳有沒有在聽 我拍一下 妳要拍幾下 五下 不是 這個我直接帶回去省間好不好 對 兩下 再一次 我們練習一次 不錯 那我拍兩下 妳就要拍一下 這一次 這一次 我拍兩下 妳要拍一下 等一下再來找我一下好不好 好 來 開始了 我如果拍 三下的話 妳就不要理我 可以 好 來 我開始了 我考你們了 可以不要考再考 一考考 考不到 考不到 看能鬧到妳就厲害了 好 預備 開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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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練煞車系統 OK 他要專心聽 大腦要做工 然後呢 再把它執行出來 陳醫師 有一個病患在你面前 你就放他這樣 病患 對 他會帶回去 他說那要直接帶到整間去各別 你放心今天有受到服務的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煞車的訓練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 臨床上面治療 訓練的遊戲 在刺激他們大腦活化 剛才陳醫師有講 很多的ADHD 就是我們講的過動症 被發現是 大腦發育不全 對 所以我們需要去練他們的這些 包括前額夜的控制系統 判斷系統 平 看 聽 所以我們就會設計 很多很多的遊戲來訓練他們 過動額的開關 如果不在這裡的話 你就要去找它的開關在哪裡 你看我們常常就用視覺 對 關 我們做這些板子的原因是因為 聽清楚 孩子 小一的孩子 回家的時候都很被動 如果是有過動的話 他沒有辦法自己主動 自動自發去聽好規矩 做好白做的事情 結果我們就用這種視覺化這個表 跟他講說來 你自己來 回家裡面的時候是4點見識高 你做完一件事了以後 你就讓他走到5點 你做完一件事的時候 就走到6點 你要記得4點 5點 6點要做什麼事情 慢慢走完的時候 然後到9點的時候你就成功了 就他們家也有 對 我就是知道 我們家也有 可是到6點的時候 那台車已經在地上了 那 你要讓他黏少一點 那可能你要畫一台寶石結 還是怎麼樣好不好 所以其實用這種 視覺化的方式 這種方式 很多的過動的孩子 等於重新學得另外一套學習方式 他不用再備用碎唸的這種方式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有沒有可以讓他們安靜的方法 對 讓他們安靜的方法 一定要用手來操作 譬如說你看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玉米黏土 它可以 它其實是很安全的玉米做的 玉米黏土 來 趕快 我們要來玩了 快點 它的沾水 它就可以黏在那上面 就可以黏在那上面 好 來 那我就看你們厲害 然後你也可以做成這樣子 你們來沾水 然後把它黏在上面 來 開始 我們現在先慢慢來看 了解 就是真的可以幫助到大家的好嗎 這種東西就是可以幫助專注力 因為他們動手去做 他們在練他們的感官 跟練他們的開關 你如果一直都用吼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加油過程中 意思是你快一點 你快一點好不好 你怎麼這麼慢 現在都已經幾點了 它會燉掉 這個不行 你說是遲鈍的鈍 遲鈍的鈍 沒錯 就是一直撕皮了嗎 練久了以後 感官就遲鈍 對 麻痺 有研究真的是這樣 所以耳背是練出來的 喔